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收盘剩下跌九十几点 那今天是开高下来 收盘路八十九点 昨天美国大涨 道琼起五百八十点 背腾保抵更大涨两个百分点 结果台北股市公布出去 大家这样没信心 要怎样 加油啦 加油啦 上个礼拜五 美国股市尾盘杀下来 很多人怪说 PPI 这个数字不够强 还高于市场预期 我昨天跟大家讲过了嘛 美国十一月 PPI 生产者物价指数 七点四是很好的手里啊 市场就是这样 涨就有涨的说法 跌就有跌的解释 这个都不正确啊 都不客观啊 你要有正确的判断分析 才不会人云亦云 这个数字是好数字啊 好数字为什么会跌呢 你们一定这样想啊 对不对 既然是好数字为什么会跌呢 道琼去6000点啊 我一直跟大家讲 道琼涨了6000点了 稍微震荡整理难免 市场还在怀疑 那CPI怎么样 CPI会不会不好 黑白胜 真的胡思乱想 你看十月份8点0 九月份8点4 十一月7点4已经很好的啊 那你再把时间拉长来看 你看十一月的7点4是什么 二月 三月 四月 五月 六月 都在10% 11%的年成长率啊 那现在降到7.4 六四%都要啊 很好的啊 你知道十一月PPI 7.4的年增率 是美国一年半以来 最低的数字啊 所以最近有一些学者 开始在责备美国联总会 你们失职 为什么失职 其实在去年美国下半年 物价指数已经高到8% 9%了 当时通膨已经上来了 可是美国的官员默示这个问题 直到俄乌战争一开打之后 油价一狂飙 天然气一狂飙 他们才发现不对劲 那不对劲 开始升息 动作又过大 所以现在有一些学者 开始在责备美国联总会 失职 那确实是这个样子嘛 对不对 11月7点4是一年半来最好的数字 怎么会不好呢 所以昨天之后林台县跟大家讲 这受力是真好的 那大家担心CPI 我跟你讲CPI会更好 那美国11月CPI的年生率 会更好 为什么会更好 10月是7.7嘛 对不对 你把CPI跟PPI两个来对比看看 你会发现PPI的数字 都会高于CPI的数字 有没有 PPI在11的时候 PPI在11的时候 CPI只有8% 9%的年生率啊 你看这个9.8 8.5 8.7 8.3 8.5 8.2 那8.0 7.8 有没有 CPI都会比PPI来得低啊 那既然这样子 PPI都已经7.4了 那CPI呢 搞不好今天晚上发布出来 低于7%以下都有可能 低于7%以下都有可能 所以昨天 美国股市大涨 因为大家已经开始感受到 CPI可能会更好 通膨可能会更缓和 所以大涨 那 礼拜 礼拜五这个大跌 不就滑中取从了对不对 大家都说 嗯 数字可能有问题 高于市场预期 通膨可能居高不下 我昨天就跟大家讲啦 这售利是好售利 CPI会更好 昨天是不是长给你看 那你等到昨天涨了 你再找涨的理由 那就太牵强了嘛 对不对 那就随波逐流了嘛 你想喔 今天晚上如果 美国CPI发布出来 如果真的低于7%的话 那代表美国的物价 已经缓和很多 但这次升两码 跑不掉了啦 几乎成定局了 如果CPI降到7%以下 那么接下来联总会 他的升息动作 是不是会更缓和 因为现在市场上 有人在喊 明年升到5% 有人喊 明年升到6%才够 那如果今天晚上CPI数字 低于7%的话 那接下来美国升息的动作 如果再更低 再更小 那对股市是不是又是大力多了 对不对 所以今天晚上CPI的发布 跟接下来礼拜四的 美国升息动作 将有机会开启 全球股市的一波新行情 那昨天台北股市 是开低走高 那美国都已经涨那么多了 500几点嘛 沸腾保护体大涨2%了 台子级夜盘都起高19点嘛 那近年 今天是开高一点点就下来了 我知道你们在想什么 你们一定在想 等到美国升息后再说 这样较稳 你要记得有时间差啊 美国如果CPI发布完 升息之后 美国股市如果一大涨 那到时候台北股市 一开他又200点 那你是不是又措手不及了 你是不是每次都等到行情 涨了上500点之后 你才回过神 那股市去堆 各边堆都带人堆贯 隔都不敢去 都去买贯 这样就不对了嘛 是不是 要调整啊 今天开高一点点就下来 成价量1889亿 12点原本都跌20几点而已 12点过后 我就跟大家讲过 12点过后 航行如果一上去 就是拉高收 如果12点过后还打下来 那当初卖押 就会把盘要到最低收 所以12点以后 这波台是什么 当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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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九点不多啦 可是 跟亚洲股市比较起来 南韩平盘 日本涨112点 新加坡涨0.7% 我们还是最弱的 那也是最弱的 所以信心不高 真的很严重 真的很严重 要加油啦 要加油啦 我前两天给大家看过 这次大涨2200点之后 指标总是要修正嘛 不然指标这么高 要攻上去就很辛苦嘛 对不对 那指标蹲下来 修正指标 半年线守住平台守住 半年线守住之后 这个盘随时会再起来 这个盘随随会起来 你看说完后 马上上一百五就大起一百五就二点了 那这两天再稍微蹲下来 半年线再继续守住 等到美国CPI发布完升息之后 指标也水分差不多了 到时候再上去 那个力道会更强 前面这一波的行情 前面这一波 2200点 我等一下就去拿钱了 这波指是怎么样 这波指是选前一个月 这大的行情而已 二部曲三部曲的行情而已 现在开始进入四部曲了 后面还有五部曲 我在讲成你们听不 因为你们没研究这个 你们如果没来上课 没来听英详 你们当然听不见了 对不对 你就听林黑县的嘛 全力充斥就对 还有四部曲跟五部曲 全力充斥就对 我们这两天跌下来之后 今年又负得20%了 美国也只有5%而已 德国也只有8% 日本也只有1% 我们经济平人比较好 为什么我们拨平人比较多 就是信心的问题嘛 对不对 信心的问题 还有待自己加强 我看到的我能够说的 我能够帮你的我都做了嘛 信心的恢复 就要靠你自己了嘛 不然让你的厌带着你做嘛 让你的厌带着你做 避免你信心不够 犹豫不决 还剩下一个多月时间 再抢个30% 不为过啦 不为过啦 你看2200点 一勾就出来了嘛 对不对 这一个月里面 有多少股票 50% 60% 70%的 也蛮多的啊 最终都30%以上嘛 你看10个台 华锦店 82块 上个礼拜 台积电美国装机 涨停 82块 又跌不过 那是不是一公司呀 一公司一公司多一个 一公司一公司三十% 所以到过年 还有一个月 一个多月时间 再抢个三十% 机会很大 不为过啊 你�上ALLY就没了 你如果觉得有机会 我们倒在内边 你看美国装机 白衣衫又去 华景店 两百倍落到八十 是不是赚大钱 又跌很深的股票 我没给你追关 我不会让你追高 追高就风险大了 我们找底部的股票 这样才会贪大钱 维持坚持这样的原则 不是我这样做 股神巴菲特也是这样做 坚持这种正确的投资方式 长期下来你就是大赢家 股神巴菲特坚持这种 买底部赚大钱的公司 持之以恒 当然他现在年纪比较大了点 九十岁了 可是他全世界从股票市场 赚最多钱的人 那我们也跟他用相同的方法 一直坚持下去 我相信大家在股票市场上面 都会贪大钱 都会贪大钱 你看台光店 劳退基金八点六% 最大股东 我们一百三十 是不是一路钱 又是一个月时间五十几% 最多钱了两百空一 五十七% 是不是一个月时间而已 所以你只要去买底部 或者涨幅小的 一个月 还有一个月过年 还有个月下来得及 来得及啦 会有啦 来得及啦 千万不要放弃 放弃了 什么都没有了 放弃了 就不可能在你身上发生了 也不要 在市场赚买堆 大盘量不够 在整理的时候 市场会有轮动的动作 大家轮流 保持市场人气 你看上礼拜五 上礼拜五最强什么 要记得吗 上礼拜 上礼拜五是 上礼拜五我们来看 上礼拜五最强太阳能 上礼拜五最强太阳能 因为新的政策 强制要盖太阳能板 这个消息出来之后 大家一窩蜂都在抢太阳能 上礼拜五 上礼拜五我跟你们讲 我就跟你们讲了 太阳能族群 政府有那个美意 加上国内能源不足 问题是 太阳能都是 都是高负债 低毛利贪无钱的 你如果要做这个 真的要紧碎利还可以 上礼拜五大一天 一天就满了 对不对 今天太阳能骨 全部都大跌三趴五趴了 你来对那一天的行情 赶贪有钱 所以眼光还是要 比较大的格局 还是要比较大的格局 不要去买的 老机的 不要去买的夹着肉的 我们矩矩矩矩矩 赚贪大钱 低毛的股票 给他时间 你要赚个三十趴五十趴 没时间没那么多贪到 对不对 你看今天 今天最强生计 为什么 大陆现在陆续要解封了 对不对 那有些老百姓都担心说 如果解封后 疫情又开始抓起来 怎么办 所以有人就开始囤药了 想一想觉得也蛮好笑的 可是这种事情在台湾也发生过 对不对 你看前两年 疫情就抓起来 囤卫生纸也来了 囤泡面的 囤米的什么都有 所以有时候 那种疯狂的举动 也蛮好玩的啦 那台湾这边 大陆在囤药 那台湾跟着一起长生计股 你想一想 有时候也蛮好笑的 大陆囤药干台湾什么事啊 生计股 我今天长 我个人认为 在整个轮动过程当中 大家轮流没关系 那生计股普遍都是 业绩很烂的 亏损的 我是不会去碰那种 业绩烂跟亏损的公司 那你们自己在做的时候 小心一点 今天钢铁股较强 钢铁股也大涨 钢铁股涨是有原因的 因为大陆最大钢铁厂保钢 发布了调高一月份的盘价 那为什么调高一月份盘价 你看从11月1号以来 才一个多月而已 对不对 一个月又一个礼拜而已 大陆的铁矿砂 从每顿599人民币 标到846人民币 一颗的标41% 铁矿砂是钢铁的基本材料 对不对 基本材料大涨41% 那调高盘价是一定会有的嘛 所以钢铁股涨它是有原因的 还是有原因的 有基本面子的 那今天大家都在抢钢铁股 不要一窝蜂啦 常常这又了级的 这也了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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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大堆了级的公司 大陈钢虽然今天 4.8%没涨停 可是外资昨天买3300张 12月份买38000张 连买三国的买八万几张 外资为什么在买大陈钢 因为大陈钢是铁矿的获利王 前三季就五块九了 今年英国有机会 赌到七块钱 选择外资在买钢铁股 人们不是买买买 买对的 买最炭钱的 所以你也是要同样嘛 我知道你们一看到之后 你们抢一顶 赌一支最强 先资金来说 那往往不见得是正确的 短线上获取墙 长线未必是最好的 钢铁股的获利王 今年有机会 六块半到七块钱 创历史新高 今天电子股又没量 又被资金排挤 电子股剩下54%成交资金比重而已 大盘一千八百就不够了 电子股54% 所以今天电子股比较软 可是你要记得 大盘在整理 大盘没量 电子股本来就有智男生嘛 对不对 可是等到大盘要在供的时候 还是要台积电 还是要联电 还是要日月光 还是要联发科 所以这组的沟票 千万不够看败 还有哪些股票 是涨幅还相对落后 等大盘再开始 发动攻势的时候 它会开始加速补涨的 你要去锁定那些股票 等一下第二段 有再来跟大家谈 还有一个多月过年 为自己定一个 30%的目标 我们全力来冲刺 广告众府电话 几段广告 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阿信 林老师 25年操盘经验 精神掌握国际股市 深入台股产业研究 操作重视基本面 精选高成长公司 配合独创超盘法的量价时间 角度趋势转折与循环 掌握底部起掌 与高档转折迈数的 稳定获利模式 跟着老师的脚步 就能迈向财富成长之路 立即来电 02-239-239-88 02-239-239-88 华信投顾 华信投顾 我们用最高的标准 严选优质的分析阵容 我们以最诚信的态度 提供每个客户 最高品质的投资建议 诚信专业负责 引领您投资市场 反败为胜 蓄积财富 投资的事就是华信的事 华信投顾 02-239-239-88 02-239-239-88 欢迎回到现场 今天大盘1800亿每量 无量大型全资股就没得到 电资股也吃开 所以今天台积电 小跌三块半 联电涨三毛钱 立基电 涨两毛钱 联发科 原本早盘开高十块钱 收盘小跌三块钱 那没办法 可是后面大盘要再涨 还是要靠这一些 日月光 间跌一块八 这最穩 这最穩 我对这里开始就跟你讲了 对不对 四十几%在的 这没什么会落在的 你如果有就要剖的 联发科 这波上来也四十几%了 缺乏四十几%在的 每天在讲的 那涨高就不要追嘛 有10%的没关系 要不就不要再去对管 要懂得买底部 买底部才会贪大钱 你看瑞玉 像底部跟你说的 这样一波上来 像50% 瑞玉330卖出 等下来买 当然我们不好 你买得最高 那相对高点卖 下来 算290 这样买到40块 那是不是很好 所以会买底部 你要赚30% 50% 就很简单 就很简单 南电 也是底部跟你说的 每天讲你们都知道 一波上来 一个多月 哇 七十几% 那最近指标高了 又被拖累 暂时大家税 没关系 现在空担越来越多 已经四千几天了 后面随时又再加了 紧索一下 底部跟你说的 我们底部开始做的 一波上来又是60% 过多的时间而已 那最近 12月 10月云收掉比较多 大家经历 约红了 这随时又再起来 你如果有 不要去黑白台阶 不要去乱杀低 有股票的跟我一起做 你看自新 300楼要100 我心想全文 带你们找 底部又再没做 对 117 125 120 我们底部一楼 没起来 你心想又三几% 最近整理也快结束了 经理也要结束了 平米才五倍而已 我打个队起来 他还有一段 还有一段 我最近一直在跟大家谈 高尔夫球杆 这一组很好玩 不要小看台湾 台湾虽然是弹丸之地 一个小岛而已 有很多产品 我们全球市占率 都第一名的 很多台湾之光 高尔夫球杆全球70% 都是台湾做的 这一年都贪大钱 两个股份 10块变18块 4块变11块 4块变6块银 别比说五倍六倍而已 这两天 高尔夫球杆的价格在跌 对不对 这两天要落下来 掉下来漂亮啊 我在等它下来之后 买点到 还要落下来 我再等它下来买点到 要落下来 有兴趣的 跟我一起来 更重要的 全球50%的高尔夫球杆 都这间做的 外资也一直在买 这次到20%而已 去年18块 今年40块 一帆翻了一倍 这不算是买 稍微苦买要去要快 包括这支 材料供应的 9块两倍成长 给你有买 买我们准备买 这些都接下来 大涨的重点 剩下一个多月 抢个30% 一起来充斥 祝祝您操作顺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